政府在财政预算案中宣布将拨款8亿7千万元帮助航空业度过危机 并让我国在后冠定时代继续作为航空中心 交通部表示雇主在新的补贴计划下获得的薪金补贴将增加到50% 在雇佣补贴计划下 航空业公司在4月到6月可获得30%的补贴 7月到9月则是10% 而新援助配套将在4月到9月间进一步提高本地员工的薪金补贴到50% 可获补贴的薪金顶限为4600元 交通部长王以康表示 航空业是官邓大流行中遭受重创的领域之一 张仪机场和利益相关者因此流失97.5%的顾客 但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作为航空中心将继续是我国的命脉 连接我国和世界其他地方 因此这项援助将有助张爷度过危机 同时我国也将探讨安全重开边境的方式 王以康也说将在国会辩论预算案时公布更多的详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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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